第八題乘第七題由此可知他們所用全尺的最小刻度單位為何 第七題三個人的測量結果分別為200.88公分 200.72公分跟200.80公分 我們曉得最右邊最後這一位叫做所謂的估計值 估計值在最小單位以下一位 所以我們前面這一位就是所謂的最小單位 位置在所謂的0.1公分的地方 所以第八題問我們說 由此可知他們所用卷尺的最小刻度單位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0.1公分